蜡笔小新和大耳朵图兔兔谁更厉害呢 春日部防卫队队长 春日部幼儿园第一经历的蜡笔小新 在这一集中精准地利用臀部的肌肉弹作钢琴 钢琴的韵律节奏被他完美地掌控 那么小新到底有多牛呢 我就读于幼儿园小班的外甥 是蜡笔小新的忠实谜地 于是他跟我说 蜡笔小新对肌肉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极致 甚至超越了10瓦星格 蜡笔小新运用了神经系统 支配运动系统的能力 就好像我们经常用手 所以能控制双手打顿一样 经常练弓二头肌的人 就能控制弓二头肌的跳动 只要多用就能控制 然而控制度是和训练程度密切挂钩的 钢琴大师朗朗四岁开始 每天五点起床练琴 每天坚持八小时以上 才练就了如此灵活的指尖 小新也是一样的 通过对臀大肌 臀中肌 背阔肌 竖息肌 腹外斜肌的长期训练 如果想要达到这样的灵活度 小新需要在子宫就开始训练 所以蜡笔小新是真的牛 但是你知道 大耳朵头肚的动耳神功有多牛吗 科学解码 解码不一样的科技 加拿大生物技术公司 研发了一种隐形材料 Quantum Stealth 只要躲在它后面 谁都看不见你 它保住纸片 能弯能曲 采用双互动镜片制成 当镜片以一定方式层叠时 就能向各个角度折射光线 形成光线死点 任何颜色 任何形状的物体 和紫外线成像器的追踪 将它做成盾牌或伪装墙 就能完美躲过敌人的侦察 这样厉害的材料 你想要来做什么呢 世界上轮子最多的车 不是火车 而是我国航科寺院 自主研发的平板车 SPMT 它有8台发动机牵引 共1152个轮胎 一眼望不到头 全车载重超5万吨 它有4轴和6轴两种类型 通过自由拼接组合 能变换车身长度和宽度 原地掉头 横向移动都不在话下 见港珠大桥时 SPMT的1152个轮子 骑上阵 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如此牛气冲天的平板车 全球仅舞台 只有中国和德国能造 其他国家想赤居资购买 你们说能答应吗 看全球科技 关注科技公园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最高的水电站大坝 就在中国 那就是四川的景平水电站 大坝高305米 施工难度和技术难度 堪称世界之最 中国工人和建筑师 却不畏艰险 勇于挑战 超时九年 才完成这项浩大工程 建筑后的景平水电站 兼具发电 抗洪和蓝沙的功能 连发电量 242亿千瓦时 不但大大缓解了 四川车电的问题 还能将电力 送送到华东地区 要知道 全球20大水电站中 就有11个在中国 这些水电站 点亮了千家万户 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困难当前 勇者不拒 这些水电站 这些水电站中 这些水电站中 都可以做到